除了水上乐园 不少人都会想到海边玩水小暑一下 不过到海边除了能够细水还能够冲浪 享受与海浪竞赛的刺激感 说到冲浪 许多人都只想到墾丁或宜兰 但其实在台中也有一个冲浪胜地 位在大甲的松博海堤属于沙岸地形 相较于沿岸而言安全性较高 相当适合冲浪初学者 每到假日吸引许多人前往冲浪 享受夏日的海洋风光 爷爷夏日你都怎么消暑呢 记者今天带你来到台中的冲浪胜地 一起感受夏日的浪花 说到冲浪 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墾丁或是宜兰 但其实在台中也有相当适合冲浪的地点 位在大甲的松博海堤属于沙岸 难度较低 相当适合冲浪的初学者 每到假日除了吸引不少冲浪课前来 也是许多人带着全家大小 享受亲子时光的最佳选择 很常带小朋友来玩沙子 算是台中很棒的一个地方 平常冲浪的人都还蛮多的 尤其浪好的时候 整个海上是二三十张板以上起跳都会有 我们中部这边其实整年都可以玩 如果想要再更进阶的话 就是在我们冬天 我们东北风来的时候 都是我们进阶的可以玩 其实就不输我们台东那些的浪 教练讲解起冲浪的分解动作 首先趴在板面上滑水 等到浪来了撑起手臂 将惯用脚往前再迅速的用力一站 压低身体保持平衡 就能够享受冲浪快感 冲浪客们以往都在大安海水浴场 周遭冲浪 但因为水质及地形改变 让松柏海提转而成为 中部冲浪客的第一首选 其实我是台中人 但其实我从来不知道台中可以冲浪 那也是因为我朋友带我来之后 才知道因为台中有一个很好玩 然后又很安全 然后可以冲浪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到海边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注意一下 当天海浪的状况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 今天如果海浪很大的话 海流相对的一定是强 那如果相对的今天的海浪比较小 那海流也会比较小 然后相对的安全性也会比较好 随着季节迈入夏天 越来越多民众来到海边细水 而当地业者也提醒民众 出门细水前 最好先上中央气象局网站 查询潮汐时间 确保自身安全 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 也务必保持冷静 并以水母飘姿势等待救援 记者陈伯瀚李云轩 台中情报报道